不出海就出局 乱出海必死局 没有产品品牌怎么去做 多渠道的产品品没出海 没有品牌怎么去做 20倍定价的出海 我相信这是今天 几乎每一个在中国做出口生意 做贸易出口生意 国内零售 国内的产品出海的朋友们 共同关心的问题 尤其是老板 在今天 无论从平台 服务商 培训机构 政府 协会 已经有很多很多的 培训的课程 很多很多公开的知识 告诉我们 怎么样在具体的 某一个细节上 去做知识跟操作 但是 好像这些每一个的知识 反而是给我们的跨境出海 给我们的公贸出海 给我们今天想要去做 多渠道本土化出海的朋友 尤其是老板 制造了更多的障碍 因为太多了 作为一个老板 我关心的是 我怎么样可以 在我现有的生意上 去做增长 我关心的是 怎么样在我现有的生意上 去做更好的一个 一加一 大于三 但是我今天看到的 这些课程 更多是让我 纠结在一个 日常的运营细节 老板是什么 老板是一个掌握了 资金 产品 工艺链 人才 人脉 以及在出海 尤其是本土化出海 最重要的一个资产 获利 老板是要找人 找钱 找资源 去做决定的 那今天 我们看到的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知识 更多是从一个运营的角度 去告诉大家 怎么去做事情 但老板 不仅仅关心 去做什么事情 老板应该更加关心 我怎么可以 把这事情做成 尤其是在一个 重要决策的时候 一个普通的运营 跟一个普通老板 所思考的东西 是不一样的 一个技术 所思考的技术 跟一个老板 是思考的技术应用 是不一样的 这是在工作日常的方面 老板 想要考虑的是 整个公司的结果 杨明秀很高兴 把我们20年的 全区道的品牌经验 我们10年的 在跨境出国链上的经验 我们5年研究 跨境出国链上 几千个案例 在过去研究了 上千万数据的 这样一个经验 浓缩成为今天 您看到的 这个300节课的视频 从一个老板的角度 去告诉你 作为一个老板 怎么样去做 零到一的 高质量的产品 评论出海 从一个老板的角度 怎么去选人用人 从一个老板的角度 怎么去评估 单渠道 多渠道 平台独立在 DTC 视频直播 本土化 本土化的伙伴 甚至投融资 老板怎么去做 雅密出海 很高兴 把我们的能力 带给你 记得 关注我们的课 好好学 因为有300节课 我会用老板的视野 来告诉你 老板 该想什么事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